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彻底的变成了女儿奴 这不他又再次的晒了自己女儿在家里面玩玩具的照片 并且还亲切的配文表示自己的女儿是一个勤劳的洗碗的小胖胖 照片中的女儿确实看起来胖头胖脑的 尤其是露出来的这个小胳膊 感觉都变成了小莲藕 一般一节一节的 大家都知道朱丹自己曾经就表示是母主会养的 所以相比较于别的小孩子 可能他们家的女儿会体质更好一些 也更容易胖胖的吧 当然网友们称呼他们家的女儿则是叫小 但毕竟妈妈叫朱丹 叫他小小丹应该会更贴切一些 而这次妈妈给他打扮的也是非常的可爱清新 穿着白色的小裙子 上面带着各种各样的五角星 依旧是短短的头发 不过小小丹却并没有露出正面的照片 只是一个侧眼罩 而且眼睛好像一直紧紧的盯着盒子里面的玩具 估计对这些玩具还是比较的好奇 所以对妈妈拍照根本是视若无睹了 不过广大的网友却表示 看人家的这个小皮肤真的是好道棒 一看就是那种软软的样子 真想上去好好的摸一摸 他们家的小宝宝肯定是那种特别乖巧可爱的样子吧 而朱丹是所以说 自己的女儿是勤劳的洗碗妹 主要是因为看这张照片 感觉还真的像是在洗碗一般 不过人家玩的是一些玩具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玩具 花花绿绿的看起来 女儿好像对这些玩具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一直在忙碌着 其实朱丹的这个女儿才只有十个月大 但是人家确实是非常的乖巧 因为之前她也曾经多次的晒出女儿的各种各样的照片 每次看起来她的女儿都是那种特别可爱 但是就非常懂事的样子 从来不会有酷闹的感觉 即便是带着到野外去游玩之类的 也是那种特别安静的样子 感谢观看